继续来自昂海方面的消息 当初一齐鸵仔和蛤蟆没名 但是治疗到油丹身份一直去 根本就贪无钱 年轻一辈的拥実去面 看准观众人口的政家 将辉温专行性虚寒用途 采用海水形态拥実 并且推动环境交友 开放亲自梦拉 丢河豚和虎海彩 甚至还有手工的DIY 个人去面大海 所以油丹来体验收集约约一年20万 增加到30万 获到整顿的海彩 终于可以继续回家 最终看 站在环保前后面 帮忙控制风向的少年人 原本是拥一棵面 现在生了准乎 有时候就要乘党育义丸 带到小小油丹 梦拉 因为养殖 最重要的还是鱼飼料的成本 它的成本是太高 转型的过程是很辛苦 也辛苦了好几年 可能三四年之后 我觉得慢慢有一个小小知名度 大家认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大家认同这个做法之后 反而大家会愿意来看看 别人 有人这样子在做一个生态养殖的方式 在经营 这是最主要是 我们配合小朋友 口外交易 然后让孩子们发现 我们山顶和家来的虚温 完全终于脱离 现在让它有复合 不知道它虚温是在做什么 原本他不知道 我们现在来这 让他每个人都可以了解 最好的 少年虚温化身为兜丸 虚温同样像蛤蟆 但是不知道自己买来买钱 你是开放让这段来做山顶的大人 小孩 算得很高兴 十余变关公 辛苦打拼三四年来 以前完全修行 一年收拾 押价二十万 现在得到三十万 还够持续在增加当中 这样让原本 这些当八鹅子的处兵富人 客船来做土地塞 改造休闲一门 少年人用不一样的方式 爱兄爱徒也冲着礼顺 最近新闻 很内心 当初期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